在新疆阿克苏市科克亚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礼工艺图书馆 64次的创办人张小礼是一位图书收藏者 20多年来他靠着识荒 积累了从1941年至今的十万余册图书报纸 近日记者来到工艺图书馆见到了张小礼 他告诉记者图书馆是他在2013年创办的 24年前张小礼从河南老家来到新疆阿克苏市 无依无靠的他为了生进开始拾荒 虽说生活过得辛苦 但爱读书的习惯从来没有改变 我以前就喜欢书爱书 经常借同学的书 借来以后一看就看了半夜 为了借本书都要拍对 好像现在的书的预约一样 你等等一个多星期 张小礼在阿克苏拾荒过程中 收了好多珍贵的图书 他将收回的图书慢慢地积攒下来 书越存越多 从最初的几百本到现在的十万余册 张小礼索性就转行了 专门收集旧书 卖旧书 无意当中把我首藏的书 拿到四场一卖 结果以后比我打工失皇收入还高 最后以后我就开始了 边收书边卖书 一书养书吧 可时间长了 张小礼开始跟自己过不去了 因为爱书 他总是不舍得卖书 书书得多 卖出去的少 因为这些藏书 张小礼还跟老伴闹起了矛盾 他是有种记忆 好多数以后老板拿到四场一卖去 我都比较生气 最后以后我给我老板讲 这是通过这个图书 手上 这也是能体现了我是一颗颁颗的 有外国的心 但是我这个爱国的心让你给卖掉了 我为啥不给你生气呢 久而久之 老伴渐渐理解张小礼爱书的心 并不再去卖书 现在张小礼打理好书店的同事也有了稳定的工作 闲暇之意 他总是在自家小院里给前来阅读的群众讲解 让年轻人明白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通过报纸的手上 也证明了我们国家每个时代的发展 使我们国家足够强大 我们国家强大了 我们以后才有幸福的生活 在张小礼的藏书中 报纸的收藏量很大 张小礼表示 每一份报纸都记录了年代的变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张小礼也有一个心愿 就是在今年收集1949年间的报刊 杂志和图书 现在的数比较难熟 但是我有个愿望 我想几年以后农历一下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 就是1949年吧 那一年的以后报纸了 或者图数了 之类的以后 这个选传物品能不能出来 如果以后能收到更好 收不到 在我近我能力下 整理一部分材料 整理一部分 让广大的市民有多 至少 好